这是1942年美国发明的华莱士单腿跳跃坦克 它与传统履带是坦克不同 它不会被反坦克巨马阻碍前进 该坦克可以乘坐8-13名士兵 在其内部装有6枚机枪 分别以45度角围绕在坦克周围 这种排列使其在战场上能对着各个方向开火 坦克顶部是一个小型驾驶舱 通常由指挥官来操作驾驶 在它内部配有一台柴油发动机和陀螺仪稳定装置 最初坦克的行驶方式并不是跳跃 而是一点一点向前攀爬蠕动 由于速度太慢很容易被敌人击火攻击 于是工程师将坦克的腿加长 并在里面安装了一个液压装置 该装置能让坦克迅速站起来跳跃 改装后的华莱士单腿跳跃坦克 在战场上能给敌人带来不小的震撼 然而它最终却没有被美军装备 因为看似火力凶猛的围绕机枪 其实有三分之二都是无用的 通常敌人只会在正前方 这导致它朝向后方和侧面的机枪都成了摆设 而能用的两台机枪又因视角问题 还要不断调整角度才能攻击到正前方的敌人 其次该坦克无法在都是淤泥的战场上使用 因为这种环境会导致它的液压装置 无法发力陷入泥潭中 再加上战场环境复杂 跳跃坦克的落脚点若是倾斜的地面 就很容易脚底打滑卡在战壕中 除了以上这些缺点 该坦克最大的问题就是跳跃产生的震动 会使士兵和驾驶员眩晕失去战斗力 那么如此荒谬的设计 为何美国依然将它制造了出来 其实在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在各种发明上 其中除了单腿跳跃坦克 还有单兵飞行器等脑洞大开的装备